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结帅的功夫 请我粉丝团队跟着结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结帅的直播节目时 请各位朋友务必记得帮结帅一个忙 请记得帮结帅的影片按赞 订阅 以及分享 要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给结帅点一个赞 要如何订阅结帅的节目呢 右下角这边有一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了 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的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8号 台北股市现货以及12月期日 在今天开高之后呢 一路的气势如虹走高啊 那这个行情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先各位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12月期日开盘开在17215 那开完盘之后呢 它有回挡到这个最低17195 接着行情就开始往上暴冲到17402 整个当冲区间今天有207点的行情啊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间呀 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区间变成真正的钞票呢 最关键的重点当然就是今天的方向绝对不能弄错 如果跑去放空期货的话 那我想今天不但赚不到200点 甚至于很有可能损失200点 那这样一来一回的话就相差400点 一口单就差了8万块 那好 那到底要用什么方法 才能够精准的掌握到今天这个期货的方向呢 要怎么看 怎么来破解今天的行情 我想在今天的技术分析的一个 台子期当冲操作小技巧当中 我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方式 那另外 在昨天台北股市大跌100多点之后 今天呢 大涨了将近200点之后 到底台北股市后市怎么看 我也会透过这个技术分析 来跟大家分享我对于后市的看法 好 讲到台子期的当冲操作 我讲过了 每天我们一定要先观察一件事情 先看一下这个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如果在五日均线之上 就代表今天是多方控盘 如果开在五日均线之下 就代表今天是空方控盘 那当然开完盘之后我们也是要观察一下 期货今天开盘之后第一分钟的成交口数 如果第一分钟成交的口数 超过2000口以上 这个叫做爆量 这个昨天的节目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交代的非常清楚 如果开在2000口以下 这个代表没有爆量 那爆量跟没有爆量要怎么样去判断方向呢 我们就直接进入下一张技术分析的资料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台北股市它开高之后 12月其实也开高之后 为什么要站在这个多方 来我们看一下说明 首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加权指数开盘的时候 是开高13点并没有开很高 那没有开很高的情况之下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K棒是在五日均线之下 所以代表今天是空方控盘 好空方控盘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老师啊怎么行情会上去 好听我讲不要急 来这空方控盘之后不代表说一定要马上做空 我们来接着往下看 12月其实今天也是开高43点 但是问题来了 今天12月其实开高43点的时候 请你去看一下第一分钟的成交口数 它只有一千多口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今天这个开高它并没有爆量 昨天是爆量哦今天没有爆量哦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开高没有爆量代表什么意思 开高不是高 后面还有高点 这个我教过大家大概一年以上的时间了 大家一定很清楚 开高没有爆量2000口以上 代表说这个开高不是高 后面还有高点 所以今天虽然是空方控盘 但是不能在开盘的时候做空 你必须要逢反弹做空为上策 逢反弹做空为上策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反弹 真的有反弹上来 那开盘是不是不能直接做空 要抢反弹 你才能够做空 所以今天的方向就是必须要做多 那到底结算有没有带会员做多呢 等一下你看我们实战操作你就会知道了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MACD的部分 MACD目前这个 MACD跟DIF两条线快要靠在一起了 原本在昨天大盘出现一根长A K棒之后 它是有机会死亡交叉 不过今天的这根红K棒 又化解了昨天的这根黑K棒 也就是说 今天这根K棒它是属于一根长红棒 而且这根长红棒 已经成功的吞噬掉昨天的黑K棒 那各位在技术分析里面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当长红吞噬昨日的黑K棒 代表说整个行情会继续的往上攻 所以目前多方的一个趋势并没有改变 各位不要因为昨天的下跌 你就以为整个台北股市行情已经结束了 这一道今天的这根红K棒 只要出现红K吞噬前日的黑K 我跟你讲 后面绝对有机会再往上攻 所以我们直接看一下说明 MACD的柱段级 现在还是在零轴的上方 MAC跟DIF形成黄金交叉 多方的趋势还没有改变之前 空单只适合短线当冲操作 好 那在昨天台北股市下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KD指标 KD指标已经来到了20到80之间 那当KD来到20到80之间 我有教过大家 KD来到20到80之间代表什么意思 大盘现阶段会持续的走一个震荡格局 这个震荡格局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 我刚刚也讲过了 趋势在多方 所以最近还是会持续的震荡偏多 我们直接看一下说明 KD指标的K值跟D值还有RSV 目前介于20到80之间 大盘持续震荡偏多 支撑我们就观察17000点 在昨天我就跟大家讲 只要17000没有破 这个大盘的多方的架构 就不会轻易的改变 所以现阶段仍然是多方趋势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然后我讲过了 我们这一份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每年早上9点半 我们就会在Lite里面 分享给全体的好朋友 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也想取得这份资料的话 欢迎各位踊跃的来索取 索取这份资料 你完全不需要付任何费用 只要各位愿意加入 结帅的功夫奇卧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 技术分析资料 现在各位就可以拿出 你们的手机直接扫描 这张图卡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底下的Lite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结算的功夫奇卧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 我的技术分析资料 但是请记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的好朋友 请记得在加入之后 回复888三个数字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你第一次教我们Lite的时候 如果没有回复888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想加入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自然就没有办法 直接把这份资料 传送到各位手机的Lite里面 因此为了要确保 我们能够看到你 知道你的加入 所以麻烦各位第一次加入的时候 直接回复888 我们就可以把资料 直接传送到各位手机的Lite里面 这样你就不用在那边 找来找去找资料了 另外各位 也可以利用我们 这个Lite的对话视窗 右上角的记事本功能 直接在记事本功能里面 也可以看得到 什么时间点可以看得到 我每天早上9点半 就会把这份资料 直接呢 张贴在我们这个记事本里面 所以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在早上9点半 9点半的时候 去看一下记事本里面 你就会看到我这份技术分析的资料 欢迎各位 踊跃的来 关注我们记事本里面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 好 那么学习技术分析 最主要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说过了 如果你像杰帅一样 拥有25年以上的技术分析的经验 还有逻辑的话 今天这个行情根本就是送分题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我讲过了 今天这个行情开盘的时候是开高 没有错是开高 而且期货开高43点 但是它开高之后 你只要仔细去观察 今天这个开高之后 它并没有爆量2000口以上 代表说这个开高 它并不是真正的高点 后面绝对还有更高点 所以今天你只要有这个技术分析 逻辑的时候 基本上今天开盘 你是不可能是直接做空的 你会做多 会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要做多 因为今天根本就是送分题 好 那当然这时候投资朋友 可能会说一件事情 老师啊 我们是一般的上班族 我们的事业这么忙碌 我们哪有可能像你一样 花25年的时间 去学技术分析的东西 那如果说我想要赚钱 又没有时间学技术分析 那该怎么办 非常简单 你们可以借重我的专业 你们可以借重我的专业 如果你们是属于工作 跟事业忙碌的投资朋友的话 没有时间学技术分析 或者你刚刚在学技术分析的投资朋友 你又急着想赚钱的话 可以直接来找我 因为我会用我多年来 的一个技术分析所学到的经验 来带你操作 就拿今天来讲 我说过了 今天是一个标准的送分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开盘的时候虽然开高 但是它并没有爆量 所以今天这开盘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强反弹的一个机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当你没有时间学技术分析的时候 你只要来找结帅 结帅会给你什么样的资讯 你看一下 今天早上九点半 我们出手做多 来早上九点半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结帅要做多 第一件事情 现货开盘了 我知道是空方空盘 第二件事情 今天开高 但是并没有爆量 所以我知道要逢反弹 才能够做空 不能够直接做空 否则会被嘎空上去 会损失惨重 所以今天你看一下我们的指令 跟动作 市价多 12月期指目前的爆价在 17245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市价做多 至少两口大台子 停损抓17174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根本就没有机会停损 我们做多之后 根本只有赚钱的份 没有赔钱的份 所以各位 这是我们今天 九点半 全体其冲会员的讯息 我们今天直接在17245 多单进场 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是忙碌的上班族 你今天是事业很忙碌的投资朋友 然后你看到这通call信的时候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想太多 也不需要学太多 你也可以很顺利的 跟着我的call信 在今天很顺利的赚到市场上的钱 没错吧 好那这笔多单做完之后 我们都知道 行情最高来到了17402 那到底要用什么方法 才知道这个17402 必须把这个多单出掉 非常简单 我运用了我25年以来的 这个技术分析的经验还有逻辑 再结合了现在最高科技的 AI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 我说我研发出一套专业的超盘软体 它叫做大碳级奇货系统 那为什么我要研发这套软体呢 很简单 因为我知道奇货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人脑 我们人脑 判断行情的速度 计算行情的速度 绝对没有比电脑快 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操作奇货这个商品 它是一个分秒必争的商品 你一定要有一套专业的超盘软体 来带你操作 并且能够告知你精准的转折点 你的胜率才会高 连结算哦 有25年的功力 我都需要超盘软体 更何况是一般 比较没有技术分析经验的投资朋友 那我们这套超盘软体有什么特色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精算转折的功能 透过精算转折功能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猜测 每天台子奇当中的高低转折点 我们可以直接透过电脑系统来运算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多单到底要在哪里出 我们的空单到底要在哪里补 那今天来讲的话 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 今天我们系统建议会员做空的价位 叫做17406 那问题来了 今天最高只来到17402 那这个17406根本就没有办法成交 那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杰帅身为一个分析师 既然有在带会员操作 我们带进就一定要负责带出 所以各位我一定会给会员一个交代 来各位看一下9点35分 会员手上所有的多单部位 我们出场的条件只有两种 第一个条件 来我们先要想最坏的打算 如果打到17174停损价 我们就退场 那今天根本就没有来到停损啊 那怎么办呢 那没关系 如果没有打到停损价 我们全部一波到底 一点的时候出清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一点的时候 这个期货成交的价格 大概是在17376 我们今天就只做这么一笔多单啊 就大获全胜了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操作期货不是做越多烫 你就赚越多啊 这个很多投资朋友在做当冲啊 很喜欢冲来冲去 跑来跑去 到最后呢 收完盘之后 你发现你一无所有 甚至于赔了很多手续费 还有价差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期货这个东西啊 他不是做越多烫就赚越多钱 你必须要看对方向 并且精准的抓到转折点 你才能够赚到大钱 所以即便一天只做个一趟两趟 但是如果能够赚到价差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来到金融市场目的 就是为了要赚钱 并不是为了追求刺激 所以冲来冲去 绝对不是我的风格 就像今天这样 很轻松的做一趟价差之后 我们就大赚262点 请问投资朋友 我们还需要很多动作吗 完全不需要嘛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在做期货的过程当中 你老是跌跌撞撞 老是赚不到钱的话 真的要想清楚 想清楚什么 花一点点小钱 让专业的分析师 专业的期货分析师来带你操作 你就可以不用伤痛脑筋 每天在那边拆行情 每天在那边冲来冲去 每天在那边赌行情 这样262点了 轻轻松松 半年的汇费就赚起来了 是不是又轻松又简单呢 好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欢迎跟上我们脚步 讲完了期货操作之后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选择权的操作 讲到选择权的操作 我说过了市场上的小资主 真的都很喜欢来找结帅 为什么呢 因为结帅可以说是小资主的救星 为什么我敢讲我是小资主的救星 非常简单 现在目前合法的投顾界里面 只有我一位分析师 有在带领这个选择权当中班 选择权当中班 为什么可以成为小资主的救星呢 各位小资主投资朋友 你们听听看我的做法你们就知道 你们到底有没有机会东山再起 首先我们的选择权是操作 买方策略 我们都知道买方策略并不需要太多钱 只要一点点小小的资金 你也可以买进 做这个买方的一个策略 那当然我们的操作是百分之百 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的压力 我请问各位 如果今天我们只做当冲 当日做当初当日冲销掉 请问你 你的部位会归零吗 不可能嘛 因为我们做当冲嘛 而且你的操盘资金只要10万块 你就可以跟着我来操作 资金门槛不需要太高 而且我们用抠讯带单的方式 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非常的简单非常轻松 当手机的抠讯响起的时候 你看一下抠讯 你就会知道今天应该要做 什么样的动作 那当然今天我们是全力做多 强反弹 当然就是要直接买进买全 今天我们买进买全的标的 是17200点的买全哦 各位我们今天在哪里买 我们在73点买20口 我的天啊 最高竟然来到196 196哦 所以各位今天这个选择权 真的是大干一票 我们来看一下哦 来实战操作9点31分 11月第五周选择权 17200点的买全 现在报价在73点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买进20口 各位请看一下哦 73点买进20口到底需要多少钱 只要73000块 买20口只要73000块 我相信所有的小资组 你们都一定买得起 那我们都知道买完之后 最高来到196 一点的时候收在174 如果说我们今天买进在73点 然后一点的时候全部卖出 到底可以赚多少钱呢 我们直接看答案就好哦 来各位看一下 11点31分 会员请注意哦 选择权会员手上所有的部位 最慢一点务必出清 那一点的时候各位看到 成交价叫174 所以我们今天174给它出掉 来算一下多少钱哦 73点买进20口 174点出厂20口 你的73000今天会变成174000 你会大赚10万01千 我们算10万块好了 10万块就等于大台指的500点啊 500点啊 那10万01千等于505点 今天一口气就赚了505点 你开不开心 你当然会很开心嘛 因为这505点等于10万块 你所赚的钱比你的本金还多啊 这个叫翻倍 而且这个505点10万块 等于我一整年的会费啊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真的不要省小钱 省了小钱 在市场上把钱输掉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小知足的话 欢迎你跟上结帅的脚步 结帅会尽我的权力 来帮助需要拯救的小知足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小知足 你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实战操作 你真的很有感觉 你真的渴望东山再起的话 就赶紧来找我 赶紧联络我们 我咧 相信你会很高兴参与我们的团队 好 以上是今天台指期 跟选择权的日盘交易 讲完了台指期 跟选择权日盘交易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的夜盘的一个操作 讲到这个夜盘的操作 我真的是替所有的上班族 跟这个事业忙碌的投资朋友感到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所有的上班族 基本上白天 都是没有办法做单 没有办法看盘的人 到了晚上下班回到家 终于有自己的时间 你就可以利用夜盘的行情 让自己再多一份收入 但是我也知道 有很多投资朋友 下班回到家之后就很累了 经过一天的疲劳跟工作之后 你只想好好休息 不想盯盘 我完全明白 所以我刻意把我们这套大碳级的期货系统 增加了声音提醒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要透过AI人工智慧 帮各位盯盘的一个功能 那怎么盯盘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首先 如果你安装我们这套大碳级期货系统 它是可以帮你盯盘的 你只要把系统安装在你的手机里面 那当然手机一定是 随身携带嘛 走到哪带到哪里嘛 这个不用讲 当你把这套系统装在手机里面 只要你打开我们的当充指标 并且把声音提醒功能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你完全不用盯盘 完全不用盯着软体画面 你也可以做单 怎么做 很简单 因为当我们的系统 有任何的买进讯号 放空讯号 停电讯号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叫声 当你的耳朵听到叫声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出手机来看一下 到底现在系统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讯号 你只要乖乖跟着系统做动作 就可以了 因此听到声音 再看讯号做动作 操作其余不需要盯盘 因为我们的系统会带进带出 让你轻松操作 那讲到这个操盘软体 我相信投资朋友也使用过 坊间无数套的操盘软体 为什么到现在 你还没办法成为赢家 你有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就出在你所使用的软体 是不能够实战的操盘软体 是不负责任的操盘软体 为什么我这样说 你想想看哦 当你买了坊间的操盘软体 你一拿到手你发现 里面呢 有一大堆的模组 有一大堆的指标 我请问你 8.45分一开盘的时候 你要看哪一个指标 你要操作哪一个模组 你根本就不晓得 所以你只好拼拼看 赌赌看 拆看看今天哪个指标会赚钱 各位这样操作不是很辛苦吗 而且你一定每天猜对吗 不可能嘛 而且再话说回来 如果真的需要猜测 用哪一个指标才能赚钱的话 那你自己操作就好了嘛 你自己现在的操作 不就是在猜吗 不就是在赌吗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票 一套真正能够实战的操盘软体 它必须要给你很明确的指标 一个就够了 会赚钱的指标 真的一个就够了 然后你就可以很稳健的 跟着指标来操作 有鉴于此 我可以把我们这套系统的当中指标 只设计成一个单一的当中指标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的会员朋友 就不会选错指标 完全不可能选错指标嘛 而且呢 可以呢 完全跟我在节目中 直播节目当中 所讲的指标画面 完全一模一样 绝对没有上当 受骗 或者是我造假的一个空间 那这样一来的话 是不是完全就可以了 完全同步了 同步来操作 好 那当然一套好用的系统 除了要有这个功能之外 更重要的是 它还要让 这个投资朋友使用上 非常的清楚 简单的明了 它的操作方式 那我们就来讲解一下 我们这套系统的 当中指标的操作方式 首先我们这套指标 这套系统的当中指标 非常的简单 小学生就算看过一遍 都知道该怎么做 跟着碳极箭头进场 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 多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 空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这个新兴符号 就可以停力出场了 好 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 昨天的夜盘跟今天日盘的表现 昨天夜盘有三个交易讯号 前面两个交易讯号 并没有什么赚赔 但是后面出现翻多讯号的时候 你只要跟着做 来这里箭头向上 跟着做多 这里出现新兴符号 然后再把它出掉 就可以赚35点 那今天早上呢 出现一个做空讯号 不过很快的 我们的当充指标 又再度翻多 那这一段没有什么赚赔 但是这个做多的讯号 就赚多了 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是大涨200点左右 那我们这个当充指标 你只要跟着做多 来到这个新兴符号 把它停力掉 今天一口多单 就可以净赚89点 89点再加上昨天的35点 就已经超过了120点 所以各位 在不用盯盘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 有一套好用的工具 能够引导你正确的多空方向 能够给你很明确的 代进代出的指令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很轻松的 在起卧市场里面 在不用盯盘的情况之下 很轻松又愉快的 多一份操作的收入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 就必须要从经济生活改善 经济生活改善 如果只靠一份薪水 上班的收入的话 那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理财投资 毕竟现在把钱放在银行的利息 真的很低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开源 而不是去截流 截流不会让你的生活品质变好 只有开源 你的钱变多了 你的生活品质 才能够真正的提升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花小钱赚大钱 才是你最明确 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 那当然 现阶段如果有在操作 期货的投资朋友 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期货速度真的很快 在那边结帅 温馨的提醒大家 操作期货 一定要有一套 专业的操盘软体 你才有可能成为赢家 为什么呢 因为人工的智慧的优势 真的实在太大 特别是我们这套 大探级期货系统 它是透过电脑运算的方式 帮助你快速精准的 掌握到转折 各位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你为什么常常 买在高点 卖在低点 为什么会这样 那就是因为 你的人脑的判断速度 再加上你人性的弱点 常常会让你三心二意 犹豫不决 而且出手的时间太慢 导致于该赚大钱的 你没有赚到 该赔到的 你通通赔得到 所以电脑运算 它比人脑快速精准 第一时间就可以带你掌握转折 是绝对操作期货 必备的一个重要工具 再加上它科学客观 不带任何的感情的情况之下 你才有可能排除掉 人性的弱点 因此各位亲爱的 有没有结算这位大探级吗 我相信这个每个人都愿意 但是在这个愿意之前 你必须要下定决心 我们期货有三大商品 各位今天很清楚看到 大探级系统 我们的会员赚钱 期货简讯会员 今天也赚钱 选择群当初班 今天翻倍大赚十万块 各位亲爱的都知名 想要结算这位大探级 就直接加入我们的探级团队 透过LINE 直接回复999 或者是直接拨打 我们公司的免付费电话 0800370888 直接透过我们的团队 来做一个咨询 你就可以很清楚了解到 这个结帅的一个操作方式 并且可以用最轻松 最愉快的方式 在你完全不用盯盘的情况之下 只要看到结帅的抠讯 或者是看到我们这套 大探级系统的交易讯号 你就可以完全轻松跟单 这样我想 你就可以很快的成为一个 又轻松又愉快的赢家 欢迎跟上脚步 让我们一起共创双赢 好了今天由于直播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投资朋友 操作顺心如意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期货市场 归缺多变 唯有实战 才是王道 每周一直周五 准时收看 五期东森财听新闻 YouTube直播节目 公司期货 有期货大师 结帅教您硬笔字 真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